广东南篮据逆转立刻福建原因揭晓 球迷第二次发生,这回说了真话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广东南篮本场比赛的发挥 差点让与天津队的比赛重演,让人失望 福建细节把握住的话,就是复制天津那场了 搞不懂杜峰死用马上,领先20多分时便飘飘然 不换人硬要演练板凳 直到被追到剩5分才知道慌了 马上可以换一个封线外援 广东立马上一个档次 如果再找一个大外顶周旗 广东宏远本赛季输掉的几场球几乎都是这样的 都是先领先许多分数,到最后崩盘输球 对辽宁和天津输球都是这样的 第二阶段广东队打这俩个弱队 检查不出来什么实力,等广东队以下的客场 广煞、北控、北汽石才能够检查出来 广东南南的真正的实力 杜教练用人也是有问题 除了周旗外 现在的内线哪个都给阿日玩爆 可是阿日被抛弃了 马上实在是太慢了 他上场好像拉了全队节奏 分球也慢 像他这样打节奏的 别人贴身防他 他应该很容易造犯规 可他好像在斗气一样 这样正中别人的圈套 现在的马上粘球的狠 攻防转换已经没爆发力了 一个球队 一个球员有时发挥不正常不奇怪啊 现在还是练兵 一场球的输赢 赢多赢少都无关大局 因看到 每场球都有人站出来 你不行我行 就很好 有个靠谱内线拉开空间 广东的空间大很多 进攻点多 流畅了很多 三节破败 多久没看到过了 胡明轩真的很出色 广东南篮的俩外援不用的太多分 助攻牵制就行 赵虚红就不适当打球 红远朱总老在气象中找人 立刻引大外 放掉赵虚红和马上和张明池 球队才有夺冠的可能 否则还是前四 今年红远应该是争冠行列 如果裁掉马上换大外援就更稳 加上周琪 再把黄明依换一个张点中锋 可能红运会很好 黄明依是不错 有高度 算中游球员 所以才有点资本换一个力量度中锋 因为现在有周琪 他属于比较快中锋 也是比较好的中锋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